那么继续来关心三年前 由台东县政府引进的普庸马市区公车才单向行驶 并且只有海路空快线部分班次 可以直接是往返市区以及车站 那么要提升民众搭乘的便利性 从11月开始将缩短行车的 间距的时间是30分钟为一般 那么循环路线改为双向行驶 并且延长服务范围到台东的火车站 便利民众来往转程搭乘火车 为了提升台东大众交通运输服务 台东县府在三年前引进普庸马公车加入服务行列 由于班次少 后车间距时间长 停靠站点少 因此屡屡接获民众反应希望增设站点 经过县府调查分析后 从今年11月起 普庸马公车行车路线 后车时间 停靠站都将重新调整 让民众搭乘更便利 有一些民众反应说希望市区公车能够扩大它的服务范围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正现在一年便利了200多万的经费 那我们希望来增加市区公车的补贴 那来增开班次 那同时原本的市区循环线它本来只有单向行驶 也民众反应说希望能够有回头的车子可以搭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调整 把原本单向行驶的市区循环线变成双向行驶 那也延长到了火车站 第一个便利火车站跟市区之间的往返 那借由两条路线交错发车的方式 所以民众在转运站跟火车站这两个点之间 它所需要的乘车时间 绝对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原本的停靠站 原本的停靠站大概只有十几个站左右 那这次增加的路线经过了马昂大道 也经过了新生路跟那五花米酒店东方大阵的地方 这次的停靠站有增加到三十个站 会方便很多 对 因为火车基本上发车的时间不是说每个小时都有 对对对 就是可能接驳到池上啊还是等等 因为火车真的太便宜了 然后客运其实相对来讲费用比较高一点 我相信大家也蛮想要体验火车的那种风光 所以会想要坐火车去台东的其他地方看看 就是重湖线部分 对 如果有那个三十分钟一般应该会蛮好的 对 就很方便 另外火车站周边从10月起开始收停车费 对照公车一段票25块且有转成优惠 台东县府鼓励民众多多考虑搭乘大众运输 让县府更有能力增加公车班次 路线提升服务品质 记者夏佳慧台东市报导 如果您不先打开 请有数据 不及 明镜与马上 您可以点亮